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罗云山让你查的 是不是罗云山 别什么都往罗他哥身上扯 你要是自己屁股底下干净 怕人查 笑话 我怕什么呀 账本你也看了 一万零五百一十二块大洋 金金出土 没笔都有出处 查 所有钱都在这吗 你不是看过账本吗 现在生意不好做 这些钱都是我做五矿生意 一分一分赚来的 是不是 都是我林凤奇 用命赚来的 容易吗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吗 我都说了这么半天了 当然实话了 林凤奇 你实在太令我失望了 你废了拿佣金 竟敢拿战士的性命开玩笑 是 你是赚了钱 可是明知道要有问题你还买 你是赚了一万五千多块钱 跟红炭钱庄的钱都能对得上 只不过你在林买的钱庄 还有两个户头呢 这两个户头上 还有一千六百三十二块大洋 你说 这钱哪来的 你想用来干什么呀 你怎么弄到的 你别管我是怎么弄到的 我就问你这钱从哪来的 不是 阿满 这 这个钱 它是存在我的户头上了 可是你误会我了 它还是公里的钱啊 公家的钱 公家的钱怎么占板上没有啊 这摆明了就是你贪污来的钱 这是你黑来的钱 你拿佣金的钱 你做乌矿买卖 黑了公家的钱 阿满 这事 真要咱俩知道 你就这么不知道好不好 你放了我这回吧 大不了我先退回去 我一个早上不试 我全退回去 看在夫妻场的范上 我敲你了 帮帮我 凤其我真 我真没想到你能干出这主事 明儿你就跟我回去 跟罗大哥说清楚 说不定 阿满 这不是小事 这给我枪毙的了 你放我这回好不好 求求你了 对不住 凤其 我要是就这么昧着良心说算了 那对得起那些战士吗 那都是人命啊 你用的这些假药 害死了他们 这对他们公平吗 你今天晚上脑都别去了 明天就跟我回灵水 凤其 我其实真不是专门来查你的 我打一开始就不相信你会干那种事 我就觉得是那药店把你给骗了 我得给你证明清白 我没想到 这就是报应吧 这就是报应吧 想当年 我把你一个人扔在码头 我把你一个人扔在码头 后来为了和阿富结婚 铁了心要和你离 可逃来逃去 还是逃不出你的手掌心 我欠你的 这次该还清了吧 别说了 别说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的命 你放心安文 我犯的错误 我会承担 只是可怜的阿富 和我没出生的孩子 你别这么说 你别瞎想 你就把问题跟罗大哥主动交代清楚了 不就能争取宽大了吗 你想得太简单了 数据法律条件我比你清楚 我犯了罪 勾掉好几回脑袋了 不可能 我去跟罗大哥说 你这属于主动坦白 交代情况 还交了赃款 就是该宽大处理 阿满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 我想拜托你件事 帮我照顾阿福 还有我们那个没出生的孩子 不会的 你知道吗 他没你坚强 我怕他停不住 不会到那地步的 满意到那地步的 我求求你了 好不好 送我这辈子 最后一次求你 这些都是凤琪从干州给你带回来的 这是营养品 还有孩子的衣服 玩具 好多呢 他还让我跟你说 别担心他 你跟孩子都要好好的 陈满琴 你怎么还有脸来跟我说这些 要不是因为你 他能这样吗 他不就是跟你离婚了吗 你至于这么恨他吗 不 不是 你就真的见不得我们俩好吗 你这是公报私仇 不是 阿福 你误会了 我真是从一开始就想给他证明清白 你走 我不想看到你 阿福 我 我真的不是 你相信我 我一定替他好好求求情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不会不管的 你快滚 不 你 你注意身子 我走我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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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林凤奇贪污收受佣金的金额 已经构成了死罪 而且他利语熏心 购买假药 导致我们五名战士牺牲 林凤奇罪大恶极 必须处以死刑 死刑太便宜他了 这件事情影响太坏了 我建议举行公审大会 当场处决 以敬消有 我不同意 林凤奇虽然罪行深重 可是能不能考虑一下 他对林水的经济工作 所做出的贡献呢 自从他主持林水的经济工作以来 几次涉嫌去赶州开展贸易 为缓解林水的经济工作的困难局面 他是功不可没的 我也不同意 凤奇是犯了错 但是他主动承认了错误 而且主动交出了赃款 我们就不能从轻处罚吗 不行 如果贪腐被发现 财务就上交 那法律条文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 你 这耗子是改不了投油的 不严惩 怎么给其他同志做榜样 那你不讲人情了 他 他老婆大着肚子 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 怎么能一棍子打死啊 你们俩先坐下 同志们 这个口子不能开 一旦打开了 以后我们还怎么承见贪污腐化行为 中央关于承治贪污浪费行为 第二十六条训令当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凡是贪污五百元以上的一律死刑 林凤齐所贪污的数额比这多三倍都不值 老罗 你表个态 这件事情 我有责任 老丈 请组织上处分我 你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我怎么就没想到林凤齐会犯这样大的错误 当初我多派个人在他旁边提醒他 也不至于会这样 不至于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事情已经发生了 中央的态度很明确 功是功 过是功 林凤齐同志所犯的错误 中央绝对是不会原谅的 但是林凤齐同志 对我们苏区所做出的贡献 我还有在座的各位 会永远记在心里 下面表决吧 统于死刑的举手 统于死刑的举手 死刑的举手 林凤琪的事情 就不能再挽回了吗 你能不能跟上级再反应反应 他可是为我们临水苏维埃 做过贡献的人呢 说过了 没用的 小慧 你也知道 中央这次 对惩治腐败是非常有信心和决心的 可现在是特殊情况 阿福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能不能从亲处理啊 人中央说了 功是功 过是过 不能一干论 再说了 林凤琪这次 伤害了五条战士的性命 还有三十个战士的健康 我也没有办法 这哪儿去啊 去阿福家 一下子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他怎么受得了 我去陪陪他 我去找罗政委 进来吧 罗政委 我们奉起一时糊涂 犯了错 这 这 这不是因为我怀孕了吗 身体不好 所以 他经常给我寄些东西 不过这些东西 我都没打开过 我没用过的 我洗的都还回来了 这是吃的 我没打开过 给 阿富 这凤琪的事 和你没关系 我知道 凤琪现在做生意 手上的钱握得多了 是有玉石把持不住 那些钱 我们是要拿回来还给组织的 我们都没有花过 是打算还给组织 可还没来得及 你看 我们家钱都在这儿了 你看 还有我的手势 都给你 阿富 来 来弥补 我 弥补凤琪带给组织的 阿富 你听我说 凤琪她 她不仅仅是贪污啊 我知道了 还有那个药 对吧 药 那个药 我知道 它糊涂 它 这个药是假药 但是我 我知道它吃不死人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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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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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 你肚子里还真含死呢 不要这样 阿富 吐出来 快吐出来 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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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婕 你们看我没事 不好的 你们看我没事 这药都吃不死人的 阿富 这件事 我只能这么做 对不住了 不要 不要真的 你肚子里有孩子呢 别这样 我解死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白色 老婆 黎凤琪 有人探视 凤琪 阿 阿富 阿富 阿冯 阿冯 你肚子都这么大了 累了吧 走这么远 来来来 坐下 小心 真好 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是吧 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希望为你们临家生个男孩 都好 女孩也好 不都说了吧 女孩跟爹亲 来 看看我给孩子做了什么 我给他准备的偿命锁 还有亲手给他做的衣服 你看 好看吗 好看 你手最巧了 好看 好看 阿福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我这辈子 不能再继续照顾你了 我是你的妻子 不管 你犯了天大的错误 都永远是我的丈夫 这也许 随我们最好一次见面了 我们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都不要哭了 这样不好 我们都高兴点好不好 我希望你笑的时候 你笑起来最好看了 不哭 不哭 你知道吗 咱俩分开的时候 我每天做梦都能梦到你 梦见你穿着 各种颜色好看的西服 在家后院长戏 你 楚楚可怜一胎万千 好美 特别的美 我记得你说过 清朝深处 生者可以死 死者可以生 自来生死相续 我为了遗憾就是这辈子 我看不起咱们 自己的孩子去不受 我没法跟你们娘娘 过着一天好日子 我不要什么好日子 凤琪 你都不在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听我说啊凤 阿妩 阿妩 你要好好活 要坚强点 阿妩 把咱们的孩子照顾好 把她扶药等搭上的成才 让她承白一个 顶天立着大银行家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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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啊 等我死以后 你去赶着找我们的万里棚 记住是万里棚 阿妩 我在她那儿放了一笔钱 是留给你们娘儿俩的 记住 你都不在了 我还要那些钱干吗呀 我 我把钱取出来吧 把这些钱交给组织 争取昆达处理 阿妩 没有 没有的 这是没有的 我说死罪 死罪不能改的 你去哪儿吗 你就替我一次行不行 哪儿这笔钱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孩子 听话 听话 阿妩 下辈子吧 下辈子还做你的丈夫 我们还做夫妻 好不好 夫妻 夫妻 我和孩子 夫妻 没有你 夫妻 时间到了 夫妻 夫妻 都没有你啊夫妻 回去吧 阿妩 时间到了 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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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你别太伤心啊 妻 妻 妻 专堡自己伤心孩子 别伤心啊阿妩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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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以后 财富后子孩子 就麻烦你照看了 走 走吧 阿嬷 不要去 你肚子里还有孩子 不能再受刺激了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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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话 跟我回去 跟我回去阿嬷 准备行刑 跟我回去 跟我回去阿嬷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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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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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谭医生 快点 谭医生 阿福怎么样 情况非常不好 阿福大出血 咱们院那批止血药 还是林凤琪买的假药 根本就不管用 罗政委 必须要把阿福转到干州医院 要快 好 凤琪已经不在了 我为敌要保证他的孩子 对 干州那批医院规模不是很大 不是很鲜严 另外用我们的统治 相对还算比较安全 我这就派人去送 不用派 我去 医生 怎么样 孩子没了 那大人呢 产妇以后 可能不能再要孩子了 产妇的失血过多 已经接近一千两百毫升的死亡 失血量 现在已经陷入高度昏迷 再不及时输血 随时都会 那赶紧输血啊 现在医院血库告急 大量的血都被国君调走了 没血啊 血 是我的 你就躺这儿吧 好 还好 你们俩显形相配 不然 我们就真的无能为力了 醒了 我这是在哪儿 是医院 肚子 我孩子呢 孩子生了 哎呀 你别到我先休息啊 孩子呢 我要看看我的孩子 孩子没事 待会儿看 先休息休息啊 在躺上了 躺上了 躺着 不行 我还是要去看孩子 满金 你把我的孩子抱过来 我想看看他 快去啊 来 阿福 你要挺住啊 孩子疼 挺住 孩子是没了吧 死了 阿福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啊 不 阿福 阿福 陈满金 是你害死我害死的 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你把孩子还给我 我的孩子在哪里 阿福 都是因为你 你把孩子还给我 陈满金 阿福 是你害死我害死的 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有的孩子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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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 这么早就来了 上次大夫开的药都吃完了 今天再来检查一下 好 慢点啊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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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娘 娘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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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怎么了 你病了吗 我 我 我心疼 到底发生什么了 孩子 快跟妈妈说 娘 没事 我很好 不过您怎么憔悴了这么多 我没事 你爹在那边呢 快去看看他吧 好 你还在记恨你父亲啊 这些年 你爹也不容易啊 前些年 头部受了伤 后来 后悦症就犯了 就中风了 几个太太啊 全都离开他了 只有我守在他身边 一直照顾着他 你知道 他的性格很要强 中风之后 他的身子一下就垮了 他一直跟我念叨 对不起你 想在有生之年 能够见你一面呢 快去 快去见见他吧 快去呀阿福 阿 阿福 爹 爹 爹 这些天我只要闭上眼睛 满脑子都是阿福 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还流产 我看见他那个样子 我心就揪到一块了 我真后悔我去查凤旗 我们到家将机缘 将因果将结束 就算没有你和我 他也逃不过这样的结束 没有林凤旗种下的因 就没有今天的果 只是苦了菜福了 这对他来说 将是一辈子的伤害 我知道 这道理啊 我都懂 阿福 阿福虽然抢过我男人 可他毕竟是我 公国生死的姐妹 我看他现在这样子 我心里就 我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就不要放下 这恰恰正好证明了 这是你心里最难割舍的东西 我找你啊 就是想让你给我开些中药 拿去给他喝 可不能再出事了 这些中药 其实我早就给他准备好了 本来是想给他产后调经些的 可是没想到 行了 你拿去熬给他喝了 别说是我给他的 行 我拿去给他 天不早了我走了啊 明天我会抽空去趟医院 凤琪呢 去年你哥托人到临水打听 听说你结婚了 而且凤琪对你不错 所以我和你爹也就放心了 他没来吗 爹 娘 你们怎么来干州了 我哥呢 说来话长 你哥最近从湖南调房到江西 在陈城将军手下任命 他正准备去围剿你们呢 你爹怕连累你哥 就和我一起来到干州 毕竟这里有我们落脚的地方 而且当年他埋下了一些族产 准备把他带走呢 闻下族产 是啊 我也是前些日子才知道 当年蔡家遣坟的时候 你爹在棺木当中留下了一批金子 前些天他偷偷派人去查看 结果 发现棺材里面空空如也 金子都不见了 不见了 只留下一封罗云山的书信 你爹一时受不了这个打击 当时就不行了 要不是抢救及时 你爹 罗云山 那他心里写什么 他说林水太困难了 他要借用一下 日后一定奉还 这种话哪能相信 现在族产也没有了 我准备等你爹好一点 就带他到南城去治病 就在那儿了却残生吧 爹 娘 是我不孝顺 要不是因为我不听话 你们就不会到老了还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我就是蔡家的罪人 我是蔡家的罪人啊 孩子 都过去了 你爹早就不怪你了 倒是你 如果在外面过得不顺心 就回来 家就是家 父母就是父母 血脉之情是割舍不断的 你爹 娘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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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头 牵马 娄长卫 老长 老罗 你可算回来了 中央紧急调你回去 是不是因为咱们上次 把李特白元气走的事 还真不是 李特白元回到瑞京以后 真告了我们一种 说了我们不少坏话 都被周总整理给压了下来 是他保护了我们 那这次是因为什么 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 非常严峻 来 你看 现在的情况是 广昌 明都 新国 这几个重点门户 相继实现 江洁石的亲邪陈诚 带着国军主力直逼瑞京 根据地被压缩的空间 越来越小 我看不出三个月 整个根据地将不复存在 这次的势力 博古和李德 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现在是何去何从的问题 中央已经决定了 放弃中央苏区 实行战略转移 转移 这四周围得跟铁桶一样 根本出不去啊 毛委员 已经秘密派何昌公同志 和广东的陈济堂接洽 准备见到广东 向敌军比较薄弱地 穿 钱 放下转移 这还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什么时候出发 我们不走 我们暂时不走 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 编入瞿秋白 陈翼的江西分局 掩护大部队转移 为咱们争取时间 那我们的担子可不轻啊 中央转移 事关革命的生死存盲 此事非常绝密 整个林水地区 只有你我二人掌握 老罗 你放心 我知道 另外老长 我准备和巨社搞一次年关会演 会演 通过会演 可以麻痹敌人 还能为转移争取时间 同时也可以鼓舞士气 老罗 巨社的事 还是跟你们家的知慧去商量吧 我想问一下 这个转移的事 你连知慧也不说吗 纪律面前 没有人可以立案 以前 凤旗没了 孩子也没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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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阿父 能坚强一点 这么多生死我们都闯过来了 一切都会过去的 才不会过去呢 你看 我们家凤旗 不就是拿了公家点大洋吗 他们就给他毙了 可那个卢云神 他把我们才家所有的黄金都拿走了 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我 我娘 我娘告诉我的 现在那些黄金没有了 临水又回不去 所以他们打算把干州的房子给卖了 到南昌去看病 你爹娘也来了吗 嗯 还有我哥 你也别多想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身体调养好 别的都不重要 今天我先回去了 你好好休息 改天再来看你 我舍不得你 快回去休息吧 易先生 快回去休息吧 夫人 老爷 好久不见了 快回去